现在其实整形美容已经蛮普及了 对于女性追求自己完美的一个身形 其实是非常普遍 那很多女性也甚至都会存钱去做这件事情 不管是美容手术或者是龙鹿 其实没有年龄上的限制 那只要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兴趣 其实都可以来找我们咨询 那我们也可以依你的身体的状况 还有你的计划 我们尽量去了解 然后为你刻画你最完美的胸部 精华美丽 麻雀片凤凰成为人气王 大家好 我是精华美丽的凤书医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我们爱美 到底有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 对于追求美这件事情 到底什么时候是OK的 什么时候是不行的 那基本上来说现在在ISAPS的榜单上面 龙鹿一直是集居于前几名的一个热门手术 那其实甚至这几年2022年有龙登第二名 然后一直其实都有在增加这个数字 现在其实整形美容已经蛮普及了 对于女性追求自己完美的一个身形 其实是非常普遍 那很多女性也甚至都会存钱去做这件事情 很多女孩子来寻求做熔辱这件事情 有的人是可能发育完过后 可能大学时期毕业了 就会觉得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小小的遗憾 那希望我进入社会之前 我们可以做一个改变和转型 那其实很多女孩子在这个阶段 会是第一次来寻求我们咨询 和做胸部的一个动作 但其实更大的一个群组 是在产后这个期间 其实有些女孩子在30岁到40岁这个关卡呢 那可能因为产后的关系 原本的胸部可能本身不小 或者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哺乳的过程当中 也有很丰满的状态 在哺乳啊 生完小孩子过后 其实这个胸部会有消退的状况 那也会有比较下腿啊 或者是上胸比较塌的问题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期 是否适合做胸部 我觉得没有不行 在怀孕和生小孩的过程当中 其实胸部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胀的 那它会腾出一点空间 给未来我们放假体 所以其实在产后 或者是这个年龄层的女性 其实放入假体的时候 反而不会觉得皮很崩 我们的空间其实反而是很足够的 这时候做的胸部其实 有得更软 更加的自然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没有生产的女性 其实有一个群组也会觉得 那我已经确定这段期间 我试着备孕 或者是我也确定我不要小孩子了 那后续是不是可以做胸部呢 当然可以啊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的生活品质 其实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指标 那在生活品质上面 不管是跟别人相处的自信啊 或者是自己穿衣服看得开心啊 或者是跟另一半的关系 其实在这方面其实都可以再增进 我们这个让自己更加开心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一直梦想的自己是很丰满 或者是我去健身房 想穿衣服穿得起来看起来比较有自信 或者是去泡温泉游泳池 甚至只是穿着衣物 让自己觉得更加的好看 其实这些都是 可以会来找我们咨询的一个群组 那40岁50岁之间其实不少见 因为其实身边的女性 可能这段期间孩子也长大了 那我们现在有自己的生活的空间 然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在这一阶段 完成自己这一部分的梦想 其实也不少客人会有这一方面的寻求 那其实在这一个阶段 其实因为荷尔蒙的变化 其实我们女性的胸部 原本是很丰满的腺体 这时候会稍稍的萎缩 所以也会觉得 怎么好像没有以前的挺 没有以前的丰满 那这时候做胸部 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 那我们甚至最老的客人 有到65岁去做熔乳 那当然以前可能放了盐水袋破掉 那我们再做调整 把它放进最新的矽胶 他们也是非常开心 所以其实不管是美容手术 或者是熔乳 其实没有年龄上的限制 那只要有这方面的问题 或者是兴趣 其实都可以来找我们咨询 那我们也可以 依你的身体的状况 还有你的计划 我们尽量去了解 然后为你刻画你最完美的胸部 其实当然随着我们身体的状况来说 或许你们会觉得 修复会比较久 或者是恢复比较久 但其实这跟体力比较有关系 也有年轻女性 其实体力状态不是很好 她修复的时间比较久 但当然也有体力非常好 或者是身体状况保养了很好的 四五十岁女性修复缺很快 所以其实这跟你身体 生理的状态比较有关系 我觉得不会因为你的年龄比较长 会比较修复比较慢 而是正常的身体的状态 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 有没有在运动啊 本身的健康状态比较有关系 手术上的危险性 都还是跟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有关系 所以术前我都还是会请客人 做例行上的检查 例如基本的抽鞋啊 芯片图 X光 还有胸部的超音波检查 那因为一般政府就会呼吁 其实三四十岁以上的女孩子 都每一年有去做胸部的超音波检查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完胸部过后 也是希望客人可以 维持每一年去做一个 胸部的例行性的检查 做完胸部其实不会影响 任何我们胸部的检查的结果 或者是判断 其实每一年不管有没有做胸部 其实女性都应该在三四十岁以上 都可以去做一个例行的 胸部的健康检查 因为其实乳癌其实数据也慢慢有在提升 那这方面其实要大家都多去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 其实更年期的妇女其实只是 荷尔蒙的状态和经期的状态会有所改变 并不代表这个女性是不健康的 但如果更年期过后 自己的身体是因为忧郁啊焦虑啊 去做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不适合 其实如果有忧郁焦虑或者是荷尔蒙失调的问题 当然是先把这一部分的问题解决了过后 如果你心态和身体状态都是正常的 没有人说更年期过后是不能做胸部的 喜欢我们以上的讨论的话呢 欢迎按赞留言分享 拜拜